奔力薄将对手摔出场外 赢得观众满堂喝彩 日本东京的这家商铺猪排店 聘用了好几位前商铺力士 例如这位名叫秦凤的钱力士 过去曾经在商铺赛场上厮杀两年 如今退下战袍成为一名商铺表演者 随着外国游客逐渐回流日本 不少人想来日本一探商铺这一传统国萃 虽然说是表演 这些钱力士们可是卯足了劲 重现真实比赛的情景 甚至还会带领观众比出力士的动作 而食物也并不马虎 观众可以在品尝完香脆的炸猪排后 再欣赏表演 虽然商铺餐厅费用 每人要价将近2400元台币 但还是坐无虚席 这家餐厅的店长田中康宏 本身也曾经是商铺力士 力士们往往在30岁之后 就要面临退休 田中认为对力士们来说 像这样退休后还能够透过商铺 展开第二职业相当幸福 拥有悠久历史的商铺 受到日本国内外游客喜爱 虽然之前因为疫情许多比赛都禁止观众入场 但在去年重新开放观众后 许多场比赛的门票都销售一空 足以见到商铺的魅力 至今历久不衰 欢迎新闻徐浩铭 综合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YouTube频道